精彩时刻 说来就来 欢迎进入由科大选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独家冠名的小小骑士一起冲 你害怕失败吗 看路 看路 不对不对 走错了人 卢世纪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没有完成 任务失败 我们其实希望还是把整个赛脑跑完的 如果要是我们自己的话 可能我们一直到黑也要开到终点 所有东西我一直都是害怕拖累大家的 这次很可惜吧 没有完成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没有觉得可惜啊 失败是一种特殊的成功 所有的经验都是从这些实际的失败中学到的 我们就下一群赢着西洋出征的骑士 不用去追求什么结果 感受一下这个齐心的乐趣 感觉失败也没啥事 有次下一次的比赛再加油 失败是最好事 能让他们知道在整个拉力赛当中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赛程过半 小小的行事出城失败 为了重整气势 我决定带他们来到野外实地穿越的终点 也可以让大家更加重视接下来的马力赛 来来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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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一大片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这么多瓜呢 全 来吃瓜群众这边走 咱们今天单吃瓜群众 来 来 徒书们 今天呢 让大家来到本地的西沙瓜的产地 但是种瓜的地方多了去了 为什么咱们开了这么老远 到这个地方来看瓜 为什么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昨天穿越的终点 如果咱们穿越成功了 就到这儿来可以免费吃瓜 也没想到瓜地是终点 然后呢一说是终点直接忙了 那边正好有一个瓜冬师傅 瓜冬师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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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来到西沙瓜主产区 我是叫瓜冬 人广文 可以叫我西瓜叔叔也行 西瓜叔叔好 西瓜叔叔好 小朋友们好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的这个西沙瓜田和别的田有什么不同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种西沙瓜的这个田全部有这么一层 石头 石头 这个石头是用来保温保水的 因为这边宁夏该害地带 它降雨量小 年降雨量不到200毫米 可是蒸发量达到2000 一年四季落的雨以后 储存在下面 等西瓜生长需要的时候 更新把它抽出来 就靠近大自然 对 降水的那些 明白 天啊 原来西瓜是长在地上的 我一直以为西瓜在树上的 我没有想到原来石头跟沙子可以长出更甜更好吃的西瓜 小朋友们可以到我们这瓜田里看一下 摸一摸 可以敲一敲 你听 熟没熟 熟了 感觉这个好好 这个好瓜 这个百分之百还好 这个好瓜 开门 起床了 起床了 这个瓜有两种瓜 一种是圆的 一种是这个椭圆形的 因为是椭圆形的 多圆的 少 待会看谁能找到那个圆的 谁先找到了 我给谁奖励一个西瓜 行吗 行 开始吧 我的天 你按我脑袋干嘛 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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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不算圆的 这个不算 让它还算椭圆形 这是圆的吗 这个是圆的 按一个 这是椭圆 圆的没有 灭绝老 这小西瓜 不是大西瓜 哎 这里有一个小西瓜 真的有西瓜 对不起 有小西瓜 我天 没有 我怀疑这样 没有圆圆的 这个 西瓜叔叔 我找到了 对 对 小朋友都来看一下 真是 真远 谁发现的 太久实力 西瓜 我们这西沙瓜 跟别的西瓜是不一样的 它有两大标志 一个标志 你看 有八横 这是怎么来的呢 可可碰碰 它在石子上面 碰出来的这伤疤 歪瓜类子 好吃 第二个标志 大家可以看一下 西沙瓜的肚皮 它是白色的 因为它石头透气 它是白色的 其他的西瓜 它肚皮是泛黄的 明白了 小朋友 我今天还接了一个鸡呆 有三千斤的一个鸡呆 多少 三千斤 三千斤 我现在要忙着把这些瓜搬上车 没事 我们这边人多 让我们一起帮着你搬着三千斤 但是我们想吃多少 你得让我们吃 可以吗 对 西瓜拐购 得嘞 好 大家一起参与了 好 好 我们只搬贴了商标的 没贴商标的不能摘 因为它还没数 好的 大家开始行动 走 翻瓜 但西瓜这个任务 一方面是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农作的不易 同时也是为了锻炼他们的体能和意义 只有我一个听到是这样子的吗 我怕了 吓死我了 三千斤 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一个西瓜有多重 然后我发现这里的西瓜真的好大一个 妈妈 我的瓜 妈妈 这里有瓜 好 这里有瓜 你自己试一下能不能 尝试一下 我还梦不懂 你给我一个 你抱住 可不可以 行不行 我拖这里 我拖这里 你确定你有拖吗 你不要推我 你帮忙拖着西瓜 妈妈手没力气 对 你拖着 慢点 你给我一点帮助的时间 妈妈跟你说我来帮你来找西瓜 你看这不有一个吗 这里有一个 让一下 不能落下来是吧 谢谢 这里有大哥 来 这不是开玩笑 这真的好重 我拿不动了 我拿不动了 你把它搬起来放我肩膀 我搬起来 慢点 给我吧 这太大了 不行 没事 再来帮忙一下西西很重 没事 给我吧 漂亮 小伙子 厉害 西西你真的好厉害 加油 西西咱俩一组 一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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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 这个 你帮我一起搬 然后放我肩膀呢 三二一 踢 走 王毛弟 快 三二一 走 西西 帮我一下 来了 王毛弟 来了 走 走 走 西西和王毛弟两个 就特别快速疯狂的在办 劝都劝不住 拦都拦不住 那种 罗冠姨 我帮你拿 你扛过来 好不好 好的 来这里 来 可以 对拿吧 好 能运多远 好的 来 你得扛在肩上 否则抱不动 来这个小 来了 拿去 好吧玩 好 跑住 来这个也还小的 罗冠姨快点 拿个 这个 扛着 行 我行 罗冠姨 别踩瓜疼 我都看不到路 大哥 过来 来了 给你个任务 把这个几个瓜 搬走车上去 还有这个 一起 大哥 坚持 辛苦你了 去 慢点 大哥慢点 有 护送大哥 大 大哥那个阶段 一定要让他自己有一份 自己去完成某一件 没有完成的事情的这种动能 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特重要 所以我就本能反应 就只是护着不介入 哎呦真棒 我一共拿了五个 五个呢 你看看 能搬动吗 搬不动 来咱俩一块 一二走 走这 我试试 你试试 可以 好样的 可以吧 加油 加油 慢慢 哎呀 好样的 就觉得他做了一些我觉得他完成不了的事情吧 你搬不了你就在旁边看 他搬不动 他就搬起来了他走不了了 所以突然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还能感觉他突然长大了 给我 给我 给叔叔 我想上去 你要不要上来 我想上去 我爸爸拉你 一二三 对了 你是不是也搬不动 我搬得动 叔叔累了 咱们俩在工作需要分工 你知道吧 好 我跟你讲 叠瓜 是比爆瓜 还要更麻烦的 一辆车 你只能放 最多二十多个 经过我这个能力 一辆车最后呢 我们放上了五十个 对 罗冠宜 罗冠宜先去找瓜 快点 细细吧 快点 来还有一点点 陆思琪快走 对快点 帮帮帮看 看到了就跟我们说 这里有一个 最全是 快点 这里这里来 这边全是 咱们接力 接力 给我西瓜 咱们可以接力 来给我 对咱们接力挺好的 给我 行吗 行 必须 来 一二走 谁说人家打个没劲 厉害 厉害 哇 你看 这个哥哥也厉害 要一起合作 大哥知道吗 那要不我来跟你一起搬 对你们两个一起搬 我觉得合作精神是很重要的 我来这一次也是希望他理解到团队精神 合作的重要性 他才可以就是真正的体会到 其实我们是在一起的整个团队来的 快快快给我 走 走 来哥 地我一下 接力赛 找到节奏了 来 六子家庭在这里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很难得的 不同的环境长大的小孩在一起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其实相会也是一种学习 等他能理解的时候 他回过头来看自己这一段时光的时候 应该会觉得是一段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的 这个城 放头上多好 反正脑袋平时也不用 放上天脑吧 给我吧 我早会过去了 把哪个瓜给撤了 浪费了 这事闹得 不能浪费 千万不能浪费 来 赶紧吃 吃瓜 吃瓜 吃瓜了 吃瓜 这真甜 太甜了 超级甜 刚好西瓜就在我旁边 碎了 赶紧跑上去 搬完了之后渴得不行 然后之后在一吃那里西瓜 太美了 好 吃瓜了 宝贝们 怎么样 甜不甜 太甜了 哥来 给我留一口 咋的了 我也要一口 来 把这个给大哥 给 啃吧 这瓜不能浪费 你看看 好队友助攻 看到没有 就爱这种队友 那么棒的队友 胜利完成任务 成功了 小朋友们刚才苦不苦 苦 那现在呢 甜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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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受到叔叔有多累了吧 是不是 所以平时你吃的东西 都是农民伯伯们非常辛苦的 种出来的 是不是 那你以后还要浪费吗 还要不要浪费 不能浪费 我甜真好吃了 我觉得通过劳动化的西瓜 会 从心理上的感觉更好吃 我们亲自一个一个 大瓜 从瓜地里搬到车上 搬完之后 再吃这个瓜 那种甜 它是心里头 由衷的骄傲和那种成就感 成就感 对对对 那我先忙一会去啊 好 谢谢 谢谢 吃一口辣叔叔 今天 带大家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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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的瓜果作物 你哥 这身体咋 你也咋 我们也很荣幸地 请来了沙坡头区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西沙花组负责人 吕建东老师 给大家科普科普吧 欢迎 谢谢 还有这么丰富的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卫市沙坡头区 西沙瓜的核心产区香山香 大家品尝了我们的中卫西沙瓜瓜中之宗堡 它甜不甜 甜 甜 除了西沙瓜之外呢 我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沙坡头区其他的特色水果 比如我们的沙坡头苹果 饮水桥的沙漠葡萄 沙坡头玲珑小番茄 以及来自新人症的鲜枸杞 个儿真大 好吃 这个鲜枸杞吃多了流鼻血吗 身体好的话会流 那我吃一个再流鼻血 流了 你擦了 身体太好了吧老师你 哎呀 吐血了 你们装的太假了 这些都能帮助本地的农民都可以致富是吧 对 西沙瓜呢可以说是我们环香山地区 带领我们农民群众增收的一个支柱产业嘛 我们沙坡头区的西沙瓜 规模达到了25万亩 种植呢设计了四个乡镇 农户呢是6800余户 人口呢达到了27000余人 现在我们大规模的西沙瓜产业 健康可是发展 为我们当地群众的生活改善呢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每年带来的收入可以占到 总收入的75%以上 哇 太棒了 就是真的没想到会在就是这么贫瘠的土地上 能够有这么丰盛的一个产物 肯定是当地农民因地之一嘛 对 这也是一种智慧的结晶 对 这地儿没白来 西瓜也吃了 然后各种水果咱也品尝了 也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可贵 换了一种形式来到了昨天没有到达的一个终点 对 虽然昨天咱们挑战失败了 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到达了终点 对 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啊 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排位赛 排位赛的成绩直接影响到我们最后拉力赛出场的顺序结果 哇 很重要 我们要争取不要最后好不好 稍微有一点紧张 包括针丝 对 期待 我一定能完成 名次一点都不重要 只要能安全就行了 越野和穿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是一种人生的体验 让我们会感觉到更愉快 孙明你要加油啊 嗯 好 走 走 下载励志新闻 解锁更多 小小骑士一起冲 台前幕后精彩故事 我们现在就去换上自己的骑行服 准备拍照 好 好 跟爸爸一起一起拍吧 好帅气 谢谢 对爸爸将就一下啊 大哥 对 这么拍也行 今天拍了好多照片 内存都不够用了 还不年纪这么小 还骑这么好 一定要好好记住下来 那你可以把这个照片上传到中国移动银盘上 我现在是我上传下的还特别快 还接着手机内存 还可以将照片生成影集 海量挪板 一键成片 轻松又好玩 这个顿怎么做 大家可以自己生成这个专属影集啊 行了那咱们就准备去赛场 好 好 出发加油 好 排位赛规则 请苏教练来介绍一下 咱们排位赛的规则 是按照终极拉力赛的规则一样 是以家庭为单位 一个家庭 两个人继一个车队 参赛队的发车时间是抽圈结定 每个车队间隔一分钟发车 最后成员抵达 才是你们这个车队的时间 另外你们要注意啊 在赛道里面 我们在不确定性的位置 设置的有一些难点 有一些障碍 你们要提前做好预判 我们这次排位赛的环琴赛道 总长为三公里 可以说是集合了之前所有赛道的难点 赛道中遍布急弯和七七路面 对车手们驾驶的灵活性和本定性 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而且赛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动魄 非常贴近野外拉力赛的形式环境 综合难度大大提高 我们排位赛的成绩 是要记录到正赛里面的 得从今天开始 你们已经开始比赛了 好 抽签决定排位赛的顺序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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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 拿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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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要第一个呀 4号 4号 4号也行 2 2 6 1 1 1号 你看 第5 5 我是第6 罗斯琦3号 咱们按照号码从这边1号开始 对 3号 4号 这边5号 6号 我们还是这样子 我最喜欢跟在关关后面了 关关跟他爸爸真的很懂得 怎么去照顾 然后等待什么 所以在他们的后面好有安全感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各自准备 准备上车 好 加油 加油 5点准时发车 三分半钟准备 出征了啊 出征了 加油啊 稳得点啊 待会跟着我 我做什么动作 你也做什么动作啊 注意安全啊 千万千万不敢太快 因为他这个弯道很急 好不好 稀稀 注意啊 你们全家一开始的时候那种 其实有一个引领的一个功能 把节奏控制好了 好吧 不失误你就是最快 欣欣 思琪 你有信心吗 有一点点 管管有信心吗 加油 来吧 来吧 好 现在是 欣欣家庭啊 倒计时一分钟 往前走 拿出比赛的状态来啊 那这俩自己跑自己的了啊 你注意安全啊 三 二 加油 加油 走 走 科大训费人工智能学习期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科大训费人工智能学习期提醒您 精彩继续 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本节目由科大训飞人工智能学习机 独家冠名播出 福特纵横捍卫小小野心 尽管去也 其他交给福特纵横 本节目由未来无限可能的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哥哥 这篇阅读理解的这道题怎么写呀 我不太明白 那我们就让学习机的教教理吧 哇 阅读理解学习机也能教吗 对啊 那我来试试吧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民间故事 您想学习找到小题 点击题目继续学习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请你从文中找一找哪里写到的 孟江你哭倒了八百里长城 这句话写到了 孟江你哭倒了八百里长城 你找得很准确 现在请你联系生活实际谈一谈 你对孟江你哭倒八百里长城 这种说法的建议吧 这个科大训飞人工智能学习机 真是让我太生心了 现在都在说大语文学习 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 我们家长真的是教不了 而且我发现啊 这个解答吧 他还延长这个知识 你看 提到了孟江 这些历史以及它典故 课外拓展呢 家长也不是那么清楚 那估计吧 也就只有这个人工智能可以教了 是啊 这种人工智能讲题 是那种引导式提问和扶导 不会直接给孩子答案 而是不顾给孩子讲解 随时给孩子互动反馈 他可真是损疤又损疤 拿出比赛的状态来啊 那咱俩自己跑自己的了啊 你注意安全啊 一 二 三 二 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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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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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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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参考 好 干 大弯 西西他们很有实力啊 一会儿我会上去摆这尾形看一下 出 走 你看 跑出赛道了 你看没有 他爸还是这个风格 到这个地方他必撞 第一个穿出赛道控制不住了 其实就是拐不回来了 守不住的是西西爸爸 他还没有意识到 其实这个赛道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他依然用这样的节奏往前拉 所以他一旦把自己拉满以后 他一定会出问题出错 这就是错误 你看 被西西马上赶超 所以说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听见没有 下一组 书苗 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加油 三 二 走 走 爸爸快一点 爸爸快一点 他玩儿 骑着骑着 渐速 往后看 骑着骑着 渐速 好看 然后我在后面说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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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在前面跑太快的话 他还会不由自主地追我 想的是能够有一个安全的距离 安全第一 西西 走 右转 收到了 看到我都吃一只肉汤了 谁翻的呀 谁翻的呀 我当时都蒙了 我就在那个小高坡上 我一拐弯 我压着个轮胎 然后后面我一闭眼就滚下去了 我又意识到我翻车了 就跟看电影似的 没事吧 没有事吧 没事 还行吗 行 上车 哪边走 快快快 哪边走 慢 慢 当时的时候我也是条件反射的问他行不行 就是我俩其实在赛场上的话就相当于是队友了嘛 我冲下赛道的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还OK 他告诉我OK 我让他上车走 就是那会儿我能爬起来就决明我没事 如果我有事的话我就主动下去了 西西她还是犯了当时我们在初级赛道那个考核的同样的问题 把车速放得太快了 就是不在她自己的掌控范围内了 所以她还是又出色了又出状况了 没事 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这赛道是有难度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着急 王府导 注意啊 不用超级快 稳 稳 大哥 注意安全啊 妈妈跟在你后面啊 慢一点 云术走 下一组 陆思琪加油 好 站起来啊 准备 走 走 当时我看到她爸爸冲出赛道了 对 对 才发生了西西这个事故 我就是怕我也出现这样的事故 一定车不能提太快解释 下一组 儿子能快的时候快不能快的时候就慢知道吧 注意安全啊 准备 走 稳啊 妈 我先走 不着急啊 这个载道跑上去的话 一个路都是歪的 其实挺吓人的 我觉得还是慢慢开 只要你坚持安全跑去了 我觉得就胜利了 记得你一直走前面 我最后会追到你的 明白了没 你有多快 骑多快就行了 不用管别人 不要跑出赛道 不要摔车 预备 好 准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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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 走 全右门 走 骑得不错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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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一直我跟他讲了 我说其实这是两个人的比赛 你慢了我在前面是没用的 骑救式的 管他的反正我爸的速度只有快 他也跟得上了 好样的啊 好样的啊 妈妈 等我西路过 我出这个手机就是走 但你扶好好不好 你别这样了 你扶好 好 万一妈妈过了你 你不着急 你往前我会等你 好不好 OK吗 我发现了他其实也是希望有赢的这一个状态 但我还是希望他一定要安全地义地去享受这个过程 安全完成了就好 准备 走 加油 走 可以 可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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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管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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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卫赛我们之前就已经讲好了 让我在他后面 而且不能超他 而且我发现了他就是模仿了我前一天的手势和指引 跟回头一直回头看我 大哥跟妈妈来 跟妈妈来 跟妈妈来 走 走 但我还是希望他不要这样子 因为他一个手的力量更少 我怕他失控 走 快前面 走 大哥这个真挺厉害的 挺厉害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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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来排的第一个是谁啊 还是秦俊熙 他翻完以后还是排第一啊 对 但是第二名已经快到接近他了 在比赛完成的时候 就看见秦俊熙的爸爸 就在前面跑 我感觉非常近了 就觉得有可能得到 历史最好成绩 爸爸快点 走 知道了 比赛到现在 他们都开始提述了 想获得一个好的名词 为最后的拉力赛 争取优势 走出去 抢到前面去 帮不动 冲 保四 正三 我们的进入对手 是那谁 四七 四七家 对外人说 要说保五 正四 心里面要有保有 真三的 死有死的小心愿 走 快走 我们的地快走 加速 加速 这是关关 这一定是关关 这是大哥呀 你的黄车 黄车大哥 注意 这怎么办呢 那是咋办呢 肉肉是这边 这边 大哥 倒车 倒车 那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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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dt 23 1 你说什么情况 这是没走路线 没走路线 있나 这边 这边 疼 底 下 多 马医 老师 我还以为 吓到我了 我还以为是天啊 我操那么多的 哎呀我 那真是大哥 大哥说已经到终点了 你们在干嘛 你们都在干什么 我已经到了 慢 刹车 刹住了 直走 刹 走 这动力不够 那个坡还是没上来 这种坡 在平地上速度得快一点 这要冲上去就要冲 它有点冲力才好过 这个刹车有个陡坡 它们下面的出速度 快一点的话 它也是可以冲过的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因为前面是未知的 你真的不知道 后面是什么情况的 所以他们为了控诉呢 又不敢加太大油门 所以就卡在了半坡 只能退到后面去 重新来冲 刹 刹车 刹住了 当火 刹住了 给注意 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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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斗部还有一些刹在下面 也是一个难点 让他们来感受一下 在野外比赛当中 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得怎么来控诉 你要来学习 开人 小肠 小肠肠肧 小肠肧 小肠肧 上来了 悉悉上来了 这边走 短 慢 不是吧 走啊 去哪儿 死路了 坐了 心态太急了 一个劲的就是往前冲 比赛当中即便是遇到限车迷路 甚至是一些其他印象不到的情况的时候 这个时候越是要冷静 长距离越来的 其实磨念的就是自己的心性 就是自己的心态 爸爸 快点 加油 走 樹苗追上来了 加油 走 加油 走 爸爸 那个坡 那个坡挺难上的 往后倒 加油 冲着 冲上去 妈 刹船 妈 刹船 妈 你看一个撞轮胎的 西西大婆冲上去 下来以后 把拦在路上面的那个 模拟障碍的轮胎 全部冲上了 对吧 就是太想 太想赢了 太想胜了 树棉 走那边 后面的人都赶上来了 加油 不自信 我上不去了 有点 刹船 我上不去了 刹船 冲 刹船 刹船 快走 刹船 快走 王毛弟 快走 妈妈 还是不行是吧 他们 那个坡还是没上来 沙地 刹船 刹船 倒过来 上 来 给油 给油 小孩还是上不去那个坡 那个有点难度 那个坡真的挺难上 爸爸 往哪儿走 坡道里面全是沙子 就很容易陷车 几乎所有人的孩子 只要从那条路走的都陷了 退 退 退 刹船 刹船 刹 刹 刹下来 刹船 刹船 从树苗那边过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车子 从没车子的地方走 退下来以后 我让他往旁边绕远一点 然后再往上冲 因为边上 有那种 比较海蚀的地方 然后他稍微退得有点近 然后加速又上不去 我就马上跟他后面推上去 回我一下 来 上 上油 回车 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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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前面轮开 不要跑出赛道 观光还是比较稳的 赛道里面设置的那些障碍 就他都能躲过 观光的爸爸更多的是 观察小朋友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表现 给出自己的建议 该在他的后面的时候 就在他的后面 我觉得这一点上 观光爸爸做得不错 对 追到一加了 加速 全油门加速了 加速了 第一组就到了 第一组就到了 冲刺 准备 好 注意减速 减速 好 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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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减速 走 走 往前走 我当时觉得肯定 时间应该我们是最快的 因为前面第一组又摔了车 可永远不可能快地过来 然后我们这边又没耽误时间 比我们出发早都在我们后面 上微博 关注小小骑士一起冲 查看更多精彩花絮 关注新浪娱乐 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往左打方向 走 加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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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淑苗 撒哩 撒哩 我上不去了 有的 撒哩 好 因为拉利赛 它是金子之间相处的比赛 怎么去共同面对困难 走出困境 我觉得这是带给他们的一支 真正内在的成长 我先走 妈妈 不来帮我 妈妈 弟弟上来了吗 漂亮 妈妈不下来帮我 我倒了好几回 倒了好几回 没上去 妈妈看着我半天 走了 我没看见他 没看见他 一眼都没看见他 一眼没看见我 那你也不下去找找我吗 我们走到那个大坡那儿的时候 已经堵车了 我说王冒弟快点 要不就冲不上去了 王冒弟快走 然后我就看着 正好有一个空位的时候 我直接就冲上去了 然后我想我走上去看的时候 就是他已经过来了 官官的爸爸从旁边 一上就上去了 被从旁边上去了 他竟然用自己的能力 成功地从那个限车的地方 走出来了 太厉害了 快走 走 走 加油 接客了 都来了 好 二人了 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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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小手描不错 简术 是大哥最后一个吗 走走走 不用看我 我要跟着你 走 张龙 大哥 张龙 慢点 慢点 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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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这边 刷车 刷车 刷处 刷处 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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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厉害 这是大哥吗 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没想到 我怕他直接冲下去出什么意外 但没有想到他真的是做到了 是安全地下去 走 走 我会跟着你 大哥 大哥 他们家过来了 慢点 刷车 慢点 刷车 慢点 刷车 慢点 慢点 走 加油 加油 走 不慢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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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太酷了 还疼吗 不疼 你拿手摸呢 你拿手摸呢 这还是摸疼吗 也不疼了 是吧 就当时摔那一下是吧 翻车了以后 作为一个爸爸来讲的话 他就摔到底下去的时候 我会很心疼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我做了一个选择 我问他你要不要把这个赛道跑完了 我到现在也一直在后悔 我为什么当时会这么做 西西 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西西去吧 不去 不去 怎么呢 我没事 那你爸爸不放心呢 你没事 就是觉得不想给大家偏麻烦 也没有必要去 他觉得没事 对 要去拍个照 直接 去 这事儿听你爸的 去去去 过来去 拍个照 拍个片子 拍个片子 没事 没事 别害怕啊 去西北那我感觉 我挺感动的 去医院的路上的时候 他还问我爸爸你有事吗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就行 儿子 你还管爸爸 爸没事 不用管爸爸 他还关心我 就很欣慰的那种感觉 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 我们把他送去了医院进行检查 好在诊断结果并无答案 这次排位赛 出现这么多的意外 没事吧 没有事吧 没事吧 可能因为他们第一次正式比赛 又要面对难度这么大的赛道 快去吧 行 但哪怕出现摔车 哪怕出现非常害怕 他们依然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坚韧 谁呀 谁呀 我觉得就这一点 他们已经可以听得上是真正的小小骑士了 下载励志新闻 解锁更多小小骑士一起冲 台前幕后精彩故事 初步的成绩已经统计出来了 我向大家宣布一下 我向大家宣布一下 冠冠 冠冠人家是8分29秒 太厉害了 大哥9分11秒 大哥厉害 他比俊西都快 俊西是9分31秒 茂蒂是10分35秒 思琪是10分52秒 小树苗 12分46秒 这只是初步的一个掐表的一个成绩 最终的成绩呢 我们还要看大家路线有没有走对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些人走得近路了 我们要复盘一下 复盘完了以后会出一个最终的成绩跟排名 好 好 科大训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科大训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提醒您精彩继续 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本节目由科大训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独家冠名播出 小小骑士夏丽莹给童年创造快乐 为成长波杂种子 感谢科大训飞人工智能学习机 福特纵横 中国移动 旁巴迪动力产品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登陆励志新闻 我苏客户端大蓝青APP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